你们瞧 这煤炭和原始的材质有个毛线区别 根本看不出来啊喂 哈喽大家好 我是布林姐 今天我发现了一款超级奇葩的材质包 它的名字叫做一乘一 装上这款材质包之后 所有的方块都会变成单纯的一种颜色 你甚至连钻石矿都认不出来 这期的目标是挖到钻石 我们闲话少说 直接开始游戏吧 要支付先撸树 虽然现在的材质变成了一乘一 但是我还能认得出来 这是一棵金合幻树 你们瞧这个岩浆 就像番茄浆一样 你们敢相信吗 这竟然是工作台 跟旁边的泥土一模一样 感觉我一个走神 就找不着我的合成台了 因为这款材质包的版本非常古老 导致有一些东西并没有被低配材质包影响 就比如我手上的工具 你们瞧 一根绿色的玩意儿 虽然它早已失去了原本的模样 但我依然能认得出来 这是一根甘蔗 我想挖一些煤炭 可是我却找不到煤炭 最后我瞎猫碰到死耗子 挖到了一颗煤炭 你们瞧 这煤炭和原石的材质有个毛线区别 根本看不出来啊 还有这火把 居然是透明的 我真是服了这款材质包了 这个水就像玻璃一样 你们瞧这个方块 似乎比旁边的方块要黄一点 我没猜错的话 这应该就是铁矿了 nice 猜中了 我们的铁膏又找路了哦 这熔炉也长得跟原石一样 真是万物一个产啊 我突然很好奇钻石长什么样 看我的垂直挖矿法 我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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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 这个比铁矿还要黄一点的方块是啥 竟然是金矿 这矿洞里的怪物也太多了吧 真是没完没了啦 如果钻石也是这种灰色的方块 那我以钻石擦肩要过的时候 岂不是发现不了啦 哎 你们瞧这个方块 是不是有点不一样呢 它既不是灰色 也不是白色 更不像金矿那样发黄 这难道就是啊 钻石吗 我这还真的是 我感觉我今天运气真的好呀 这款材质包虽然很扎 但是却能够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游戏体验 而且在这款材质包下 我们的游戏画面非常流长 我甚至跑到了600帧 电脑配置比较低的小伙伴可以试试哟 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 哦对了 记得给我点个大大的赞哦 我是布林布林林姐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